音樂 這個交情就是兩個 第一個就是 上個禮拜大家都有來看 這裡Energy的演唱會 其實我們在練舞的時候 隔壁教室就是歐中在練舞 對 所以我們休息時間都有碰到 然後就覺得他們有點 真的蠻拼命的 但我們更拼命 一定要講 然後第二個就是因為 他們唱片公司的老闆 算是老交情以前也是 一起努力的革命夥伴 對 然後這麼用心的做一個男團 然後新生代男團 應該他們算第一組沾上小巨蛋的嘛 然後我就當下在練舞的時候就說 好有空我一定會來現場看你們的成果發表 對對對 所以就來了 幫他們打氣喔 喔 這個我本來想演唱會講 可是演唱會應該沒有什麼機會講 我就現在講掉了 就是當天其實我在遇到 歐中這個男團全部人的時候呢 我就跟他們講說 不管你們現在 誰跟誰有沒有一些 誤會或是一些心理的事情 對 我就說 要把握這一次 就是今天他們的小巨蛋嘛 我說 不要像我們一樣等20年才來一發 我說因為一個團能夠上一個大顯唱會真的不容易 那我覺得Energy花了22年才走到這個結果 那我希望不管未來新生代男團 我們是一個示範嘛 也希望他們就是不管怎麼樣 事好事壞都要繼續做 才不會有遺憾 我現在有帶著哲妍的應援 有 沒錯 在哲妍小時候 對 在哲妍小時候 對 對 我覺得 經過了一些時間的車戀 你們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不要忘了你們的初衷 你們還是那個原來的少年 加油 我們會在下面 叫好叫滿的 沒事 我們有記應援 我們有記應援 我們很努力 你們也會很努力 你們會很棒的 一定 相信今天會是一個特別的一天 然後也就是恭喜歐眾 站上小巨蛋 對 一定要記得這一天 沒錯 就覺得很開心 之前本來是從北流看他們這樣長大 然後現在他們也圓夢來了台北小巨蛋 就覺得很替他們開心 然後希望他們以後可以站到更多的大舞台 然後我們也可以一起去看 我覺得今天是一個人 我覺得歐眾站到最大的舞台 然後希望他們可以把握這個機會 然後把下面的一萬多個粉絲圈起來 好 加油加油加油歐眾加油 我也是其中一位小粉絲 所以歐眾給你們加油加油加油 我們今天是OAO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不容易 這是一個 就是走這條路的夢想吧 就是 就是他們做到 就是很替他們開心 希望今天都能夠 就是大概知道他們要表演什麼 然後希望他們都能夠做到他們原本設計好想做到的部分 的表演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